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 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亲身打完疫苗之后的一些感觉 这段影片也会记录多几天我自己打针之后的一些状况 身体也会跟大家去讲解一下打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什么程序在英国打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那我们去片吧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点点 我自己今天去医院打针的程序 以及我今天一些身体的状况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程序是怎么做 因为我刚刚去到21岁的年龄下降了 而且今天我附近的医院也有这个walk in 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们就去walk in 去打针 去到医院门口就会有职员和我们去问我们的税数 以及给我们一张form填的 那里面就要填一些个人资料 比如说你的NHS的号码 所以你要准备NHS的号码 也要订阅了GP 因为他们会要求你提供一些GP的资料 填好东西之后 他们就会去电脑去查个记录 去查你的ID 你是不是够税数 那我相信这条片播出的时候 都已经下降 应该年龄已经下降到18岁了 所有大人都可以打得了 那你收到他说OK之后 他就会给一张一些关于疫苗的资料给你 就视乎你打什么疫苗 他就会给一些相应的疫苗的资料给你 告诉你有什么副作用 有什么情况 这个疫苗在哪里生产 他会有这些资料给你参考 那拿完之后 你就去等 当然每一个医院或者其他地方的情况 都有一些不同 那这个只可以做参考 那你就去然后再去排队 那排完队之后 你可以进入到里面 里面就会有人再问你 有没有什么症状 有没有什么的 可能是凝血的问题 这些都可能令到副作用大一点的情况 他都会问你一轮 就是confirm到你的情况 是适合接种呢 那他才会真是打针的 那我当日就接种了这个 辉瑞疫苗 那小提示呢 如果你真的觉得辉瑞是比较好一些的 你是 prefer辉瑞多一些的话 就是biotech 那你就可以去选一些医院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接种中心 因为呢 这些地方才提供到一些冷藏的设备 去令到因为辉瑞疫苗呢 他们是需要 -60至80度的一些冷藏的议器 他才可以处存到的 那所以呢 只有这些比较大型或者医院的地方 他们才有这些设备的通常 那所以呢 如果你去那些自己的家庭医生的医院 -15分钟左右 那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 那他才会给你走的 那当然其实他没有真的 -counting你时间也都没有看你的 那但是呢 你也要注意啦 因为就是 头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副作用 就是机会比较大 那所以你就 应该要在疫苗的接种中心那里 是留一段时间才好离开的 那这个都是为了你身体着想 那所以要注意啦 那就是我当时呢 因为可能那天是比较热 今天比较热一些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有点少不太舒服 就是头气比较不太暢 因为戴着口罩又焗在侧内 那接着打疫苗可能有点紧张 因为 我都很久没打了 就是很久没打过针 那所以呢 就是个人比较紧张一些 那所以就 就是头气不太顺 那接着呢 就是出了去呢 我家人就跟我一起出了去 就是头气 那样 那就是最终都没什么问题的 那就是 休息一下就OK 那但是就 就是这点你要留意呢 真的要特别这样去注重一下 你自己的身体状况 在那15分钟或者在 就是刚刚打完很久这段时间 看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点真的要注意的 那也都 就是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都应该要向当值的护士啊 去提出的 就是这点大家要注意的 那还有呢 就是如果你上班上学的 那你就是 之后那天可能就是要 可能要请病假或者什么也好 那你都要 就是向他们提出 那他们应该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打疫苗 真的是一件比较大的事 那我现在打了疫苗 是三个多钟头 那样 就是到现在呢 其实身体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那就是除了是 就是那个手臂打针的 那只手臂呢 是有叮叮麻痺 有点麻痺 有点重 之外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但是呢 这个副作用比较大的时间呢 就可能是明天才会出现 或者今晚才会出现的 就是那个手臂真的会有点痛的 那就是 就是听些人都是这样说的 那所以呢 都会和大家明天去再会报一下这个情况的 那我们明天就和大家说啦 The next day 好了 那过了一整天之后 现在是第二晚了 那就是打完一晚之后呢 那我今早呢 就是手又开始有点点痛啊 酸软啊这样 那也有叮叮累的 比平时 那但是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我今早上班 都是如常这样的时间 出门口上班的 那就是身体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当然就是 就是 就是留意啦 就是上班就不要太过粗劳 那样啦 那但是 就是头的几天就不要太粗劳啦 那但是呢 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你都可以生活都是如常的 那不要做些劇烈的运动 那就可以了 那希望就是鼓励大家 就是接种啊 那这样 那就是 就是身体上 就是身体上 我暂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那那当然这条片 不能够避免很长时间啦 那就是说了两天而已 那但是呢 就是 就是觉得是 就是跟疫苗有关系的话 那他们呢 也都有一个 Yellow Card的匯报的制度的 或者怎么样去提升那些药品的可靠程度啊 安全性啊 那样啦 你都可以在APP那里呢 看到其他很多的资料的 那所以呢 你都可以去 去下转他们的APP啦 或者去他们的website那里呢 去看一下的 那那今天这条片呢 就差不多来到这里啦 那都希望给大家多一点的资讯啦 那那最后有一个小提示的 那那就是通常呢 你都会去 就是网上去设计 去打针的嘛 通常的东西都是这样做的 那但是呢 walking cleaning 就是好像今天我去那个医院 其实它是walking cleaning 就是可以 就是有一段时间set好了 就是可以走进去 就是这样就打得了 你够age的话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通常呢 就是最快啦 这个是最快的方法啦 可能也都是呢 可能是他们会 就是 寫完他们会提供什么疫苗的 那所以呢 你就可以不需要 就是去到才知道 你会打什么疫苗的那样啦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好处啦 那那你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这个walking clinic啦 那那当然 不是道路都有啦 也都不是所有时间都有的 那是他们会在 NHS那个 就是他们那个Twitter啦 就是他们自己有个NHS trust的 通常每个地区 那你要看回自己地区的NHS trust啦 或者看回 就是例如医院的 那他们就有医院的website啦 那你就要去回这些地方去 就是keep去看啦 那个pitch去看啦 那你看到 啊什么时候有walking clinic的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样咯 或者去打这样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提示啦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呢 就尽快打到针啦 这个都是一个保障自己 和保障其他人的一个方法啦 那也都呢 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最近呢 你看回那个疫情的数字呢 英国呢 其实是有少少上升的迹象的 那当然因为变种病毒的严股啦 那但是呢 因为大部分英国人都已经打了针的关系呢 其实那个死亡率呢 或者那个入院的数字呢 其实是没有很显著地这样升的 就是相比于那个感染的人数来说 其实是没有很明显的升幅的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实呢 就是重症的患者呢 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 就是未打第二针 或者根本未打针的人 那所以 你就会看到呢 打针是真的有一定的作用的 应该 那所以呢 都鼓励大家真的去接种疫苗啦 那当然我也都没有 就是没有人赞助我 没有NHS的sponsor 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啦 我真的是自己的感觉来的 那所以今天这条片就是这么多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条片 都欢迎你like和share啦 记得订阅这个channel 和加入我们的mv group 那什么问题呢 都可以在下面问的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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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